Odia Jungle 11点40分宣告结束 而就在两个小时前 台立法机构经过18个小时的不断电表决 完成了牢基法修正案三读 表面上看 这是民进党执政史上的又一次胜利 民进党完全执政才一年半 但这种霸道立法的情景却不断上演 2016年7月台立法机构召开临时会 才不断电表决 强势通过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 取得财产处理条例 2017年7、8月间 更创下连开三次临时会的记录 通过前瞻基础建设特别条例与特别预算 但是 这次关于牢基法修法的不断电表决 却不同于前两次 无论是针对国民党过于明显的不当党产条例 还是有自肥 包装嫌疑的前瞻条例 都是有支持就有反对 但是牢基法修法的成功 很可能给民进党招来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首先 民进党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块变硬了 岛内的劳工为什么那么讨厌牢基法 甚至将它称为史上最恶修法 在这里小编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根据新修改的劳基法条文 七休一将松绑 劳工最长可连续上12天的班 单月加班上线从46小时放宽至54小时 同时 进工会或劳资会同意 轮班换班间隔 可缩短成8小时 换句话说 这就意味着未来劳工连续12天上班12小时 甚至是30天内 上班300个小时都可能合法 就有台湾网友算了笔账 就算给你做30天休30天 如果你连前面的过劳30天都撑不过救阵王 后面的休息30天也都是空气 你也拿不到 是不是 只会叫劳工少休息 多工作 提资方老板做功德 于是 在台北低温下探到6摄氏度 外加倾盆大雨的情况下 劳团集结300多人隔着巨马 蛇笼障碍物对一场怒吼 要求撤回恶法 更有来自桃园的劳团 突袭台铁第三南下站台 十多人票下站台 透过握轨表达绝命抗议 据台湾中国时报的报道称 这是台湾劳工史上 第四次握轨抗议事件 也是民进党执政期间 首度面对的握轨抗争 台湾劳工的第一次握轨抗争 发生在1996年 一家之一厂的员工自救 会以握轨方式 抗议老板恶性倒闭 那一次抗争催生了失业给付 和大量解雇 劳工保护法的诞生 并迫使台当局出面代位求偿 如果说在国民党执政时 握轨最有效的情绪表达 那么这一次的抗议对象 是劳工长期以为可以依赖的民进党 岂不是更该预取于求 然而 这次劳工们得到了什么 只有史上最大范围的戒严区 而接下来 劳工手中的选票将何去何从 恐怕将是民进党的第一个危机 其次 与民进党公然反目的时代力量 激发了台湾青年时代的痛点 时代力量在霸昌案后 急遇在低迷声势中 找到奔起的着力点 此时劳机法修法 正如汪洋中的一根浮沫 即将免定的实力自然死命 抓住了这难得的历史机遇 时代力量的剧本是 在戚风苦雨下进行爵士抗争 拒绝摸头 等待被警方强制驱离 回到立法机构 又站在道德高点拒绝协商 果然这两天台北的寒流加暴雨 给时代力量增添了许多一小 抗大的戏剧张力和洒狗血的悲情诉求 虽然 民进党有绝对的自信认为 这不过是小党的生存之道 但时代力量的确吸引了不少台湾年轻人的眼球 就像昔日太阳花学运头目林飞凡所说 此刻台湾青年世代对民进党的愤怒 已逐渐超越牢基法争议本身 俨然形成与太阳花学运 爆发前青年对国民党的全面失望 绝望 阳气 愤怒相近的氛围 并酝酿出不计代价 要与民进党对抗的心情 大律和小律 注定要在政治酸体下分道扬镳 但是民进党员怒减民进党党政的新闻 却是民进党内部分列的前兆 据台媒报道 因不满牢基法修法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黄涵瑜 在脸书中晒出减坏的民进党党政 表示他选择在民进党全面执政 全 废弃人民的时刻退出民进党 他称 他不屑再和这个党为伍 连交300新台币党费都不愿意 从此 我们不是同志 而是巨马对立的两边 最终民进党集民代协人数优势 巨马保护之下 用看电影 滑手机 睡大觉的方式 在台立法机构一场内 消磨了18个小时 通过了牢基法修法 但民进党对劳工的每一句否定 都如一刀刀划在劳工和年轻时代的心坎 在顺利通过牢基法修法的背后 恐怕是民进党执政史上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关注今晚22点10分播出的海峡新